感谢您购买我公司的新款水氧铺氧仪 现在我们简单讲一下仪器的操作流程以及安装程序 第一步我们拿到仪器之后 先要把配件安装好 这些拉桿都是拆开的 然后我们要把它装上去 是非常简单的 然后再把后面仪器配件安装上去 配件安装也是非常简单 我们所设计好的插孔都是不一样的 看一下啊 插孔是不一样的 两芯三芯四芯五芯 不会插错的 我们按照相对应的接口直接插好就可以了 插好螺丝固定啊 然后再往这边看呢 还有三个接口 这三个接口呢 这边第一个是零八排毒笔的接口 看它的接口跟另外两边是不一样的啊 零八排毒笔 我们认识一下 这个零八排毒笔 把这个笔接在这边靠近调气阀的接口 另外两边呢 这两边的接口 一个是接助养喷枪 一个是助养喷枪 另外一个是这个高压助养枪 如果在不知道哪个孔插哪个的时候 因为两个孔都是一样的啊 不知道哪个插哪个孔的时候 我们可以先把仪器插上检测一下 就知道了 现在可以开机看一下 旁边这个是水一氧接口 也不会错的 水一氧底直接插进去 当我们要拔下来的时候 记得要压着这个蓝色的旋钮才能拔得出来 用力往下压 然后轻轻拔就拔出来了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两个接口分别接的是哪一个 把电源接好 因为这个电源接口呢 都是国标的啊 稍微有点紧 我们要稍稍用力 往里面插紧才可以开机 这样要接出来 对机器才比较好 来 我们先看一下喷枪接来的接口 打开仪器 看一下 喷枪所使用的 调节法是 雾化喷枪 点雾化喷枪之后 能看到喷枪这个标志 然后我们点一下启动 机器开始造仰 然后你可以拿手去感觉一下 后面这两个接口 其中有一个是没有气出来的 另一个是有气出来的 有气出来的这个呢 我们就要接喷枪 把喷枪插上去就可以了 接完一个接口就很简单了 不养头 不养按摩头 好 好 插好之后我们可以把它放在相应的位置上去 我们可以把它放在相应的位置上去 给它放在相应的位置上去 然后我们可以把它放在相应的位置上去 然后我们就把它放在相应的位置上去 就是一个我把喷枪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前面那个操作流程 仪器里面所显示的每一道程序 你可以选择其中的一项去做护理 然后我们基本上流程呢 都已经帮你排好了 然后第一步你可以进行皮肤检测 先去看一下客人的皮肤 属于是什么样的皮肤 我们点皮肤检测 然后点启动 这个时候呢 可以看到我们皮肤检测的镜头的灯是亮起来的 然后呢 它最上面呢 有一个中间有个旋钮 这个平时是不要动它的 然后可以看到这边可以调整 如果不小心动到的话 可以影响它的清晰度 我先看一下我的手 那现在看的话 屏幕就不太清楚对吧 然后我旋转 旋转中间 手柄中间这个 银灰色的旋钮 稍微轻轻旋转 来 再看显示屏 再看显示屏 是不是非常清楚 可以看到我手上清楚的纹理 这个时候就要控制这个地方 不要去乱动它了 然后可以看皮肤 你可以美容师用你的专业知识 去跟客人讲 皮肤上是属于是哪一种类型 翻点 然后堵塞 各种情况都可以 去跟客人讲一下 让客人能直观地看到自己皮肤的问题所在 检测完之后 可以清除屏幕 表示退出 随便点一下就好了 退出以后 这个也是返回到 视频界面去选择功能 检测完皮肤以后 有两个方法 第一个呢 你可以先做清洁 先清洁皮肤 活氧清洁 清洁皮肤完了以后 再做淋巴排毒 先做活氧清洁 做活氧清洁的时候 用的是生理盐水这个功能 淋巴排毒 叫清洁皮 水氧清洁皮 水氧清洁皮可以结合生理盐水去做 在外面可以买生理盐水 那种吊瓶一样的生理盐水 然后我们把另外一头 水氧皮的另外一个接口 就像打点滴一样 把这个口啊 小蓝色的旋钮打开 然后插在生理盐水瓶的里面去 它就可以有盐水输出 那我们现在没有 打开看一下 活氧清洁 同样的也是点启动啊 这里是启动 然后时间的话 可以自己掌握 你清洗时间 自己看一下 是清洗两分钟 三分钟 或者五分钟 这个是没有限定的 可以选择时间 表解时间 然后启动 启动了以后 可以看到这边有工作的图像 这个口里面呢 就有水 有一些水 生理盐水冲洗出来 可以把它边洗 边冲洗 边用生理那个化妆棉 把这个多余的水分给它擦掉 以免有一些脏水 遇到客人身上去 整个面部清洁干净以后 清洁干净以后 你看一下时间 清洁完了以后 我们点停止 翻回 然后再去做淋巴排毒 淋巴排毒 也是同样的 然后点启动 淋巴排毒呢 就是说根据面部的淋巴走向去做 然后它有吸力的 有吸力的 吸住了然后往前拉 吸住了往淋巴 然后就根据淋巴的走向去做 这个力度大小呢 也是有调节的 就是在它接口的旁边 在仪器接口的旁边 有一个银色的小旋钮 看一下 在接口的旁边 有一个银色的小旋钮啊 这个旋钮拧得越紧 它的吸力越大 然后如果是客人觉得吸得很痛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把这个旋钮稍微松一点点 这个时候呢 它的吸力就会小一点啊 银巴排毒是没有时间限定的 所以根据平时自己的操作习惯 就选择要吸几遍或者说吸的时间 银巴排毒完了以后 我们也是同样的 停止返回 然后再做一个雾化喷氧 雾化喷氧的目的 我们是要把产品喷到皮肤上去 被皮肤所吸收 雾化喷氧腔 这个操作很简单 点启动以后 咱们这边呢 产品会放在这里 但是记住了 这里面不可以放太粘稠的东西 一定要是很清晰的水迹的产品才可以 放完之后把盖子透进一个 然后用的时候 银腔可以稍稍往后压 往下压 往后压这样子就可以 它会出气体 还有产品 产品雾化之后 会更容易被皮肤所吸收 喷洒均匀就可以了 在面部喷洒均匀以后 我们可以用 喷洒均匀以后 然后是深层助眼 刚刚喷洒在皮肤上的产品 不要用手去拍它 因为用手去拍呢 会有一部分被 被手 被美容师的手所吸收掉 可以直接用这个高压氧枪 去给皮肤做 这个氧枪是有三磅的氧气输出 点启动以后 皮肤上还有产品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直接压到产品 还有氧气输出 通过这个氧气 高压氧来按摩皮肤 把精华素深层的 导入到皮肤里面去 被皮肤所吸收 以达到更好的美人功效 按摩的时候 也可以跟着面部的走向 从下巴往上去按 这样子也有提升的效果 这个程序 用完了以后 我们也是要返回 看一下另外一个 另外有一个是BIO激活头 BIO激活头呢 是激活产品 激活皮肤吸收产品 更好的 可以用BIO激活头 用这个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负极手柄是需要客人拿着的 这个是操作头 我们拿探头去给客人按 按的时候呢 一定要让客人拿着负极感应手柄 它才会有未电的感觉 就很重要的 让客人手握就好了 握着这个手柄 然后我们去拿它来按摩 然后它这里面呢 有几个 一个是电流的模式 电流的模式 我们在操作的时候 客人开卡 可能会开五次或者六次的卡 我们可以第一次用A模式 第二次用B模式 第三次可以更换不同的模式 有三种不同的模式 更换模式的目的呢 是让客人能更好的 是让这个电流的效果 能更好的作用于皮肤上 不断的更换那个频率 然后这个呢 是调电流的大小 微电的强度 微电的强度并不是越大越好 而是要找到适合客人皮肤的微电大小 我们在做的时候 产品涂在皮肤上 然后看头接触客人的皮肤 面部皮肤 然后可以先去加 慢慢加 从小往上加 加到客人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 不要加的太大 这边两个是同样的 有一个开启键 一个是返回键 开启工作以后 能看到时间在倒计时 而且这里有波段在走动的情况 证明工作是在运作的 这个操作时间一般是需要五分钟就好了 这两个探头 可以看到有两个不一样的地方 一个是大一点 一个小一点 这个大一点呢 我们是一般是作用于大面积的部位 比如说面部的下半部分 然后小小的呢 可以做眼部 眼带 眼尾纹 还有点眼部的穴位 起到明目 缓解疲劳的效果 再看一下 还有一个没有讲到的 还有一个探头呢 下面是RF提升探头 提升探头是 主要是用抗衰老 提升紧致的功效 抗衰老 提升紧致的功效 这个RF是双级的 然后做这个的时候 可以配合一些凝胶 或者按摩膏去用 要多涂线产品 然后尽量贴紧客人的皮肤 贴得越紧 它的接触点越好一些 要贴紧 然后这个RF的强度呢 也是要根据客人的感觉去调 我们可以先启动 然后贴紧客人的皮肤 再去加能量 它这个是有一个热输出 会有点温热感 在三档的话 现在是有一点点很小的感觉 如果是作用于面部的话 可以适当地加大一点 加大的那个标准呢 也是要问客人 要问客人 要咨询一下他 有没有感觉 这个力度可不可以 不要经过能量太大 而吓到客户 然后最后一步呢 就是一个活氧面膜 活氧面膜 活氧面膜呢 我们是接在这个氧气瓶上面的 仪式上给你配的 有一个活氧面罩 大大的像面膜一样的大面罩 我们把面膜敷在脸上之后 然后把面罩接在这个接口上 面罩敷在客人的面部 给客人呼吸氧气 呼吸氧气的时候 你可以问一下客人 来 看一下啊 看一下这里 打开进入 时间再走 能听到机器工作的声音 机器工作的声音 可以看到这个氧气瓶里面啊 氧气瓶里面会有这个 要装一点纯净水 这个纯净水每次用完之后 把它换掉就好了 水因为是一个过滤湿氧的效果 可以看到有气泡 这个时候氧气是足的 还有一个注意事项 在做面罩的时候 看一下这个压力表 压力表不要开得太大 因为这边有个数字显示 我们把这个小黑猪猪 通过这个压力表去调一下 把它控制在三 三这个位置 就可以了 等它稳定之后就把它停止啊 然后因为你开太大的话 氧气的程度不够高 我们把它控制在三 三就可以了 有时候呢 这里的氧气量 也有一个另外一个氧气控制阀来控制它 也就是在仪器的背面 有一个金属螺丝 来看一下 仪器的背面有一个金属螺丝 这个金属螺丝 是现在是松开的 如果是我们做氧气呼吸面罩的时候 要把这个螺丝 拧紧向里面 稍稍拧紧 拧紧以后 那边的氧气纯度是最大的 然后那个会有些人问 那把它拧松会怎样 拧松以后 就是我们这边 操作配件上的氧气量是最大的 然后这个 这个是这样子的 整机操作 整机操作时间 自己来定 然后也可以选择 所需要的程序去做 并不是说一个客人 要把全部的程序用完 可以根据你的疗程卡 把你的产品结合进去 选择其中的一些项目 去给客人做操作 疗程卡每一个 都可以单独开卡的 基本上的操作呢 我们也讲的差不多了 如果有哪个地方不明白的 然后可以咨询 我们的售后经理 或者是我们销售部的人员 有不明白的 然后我们再自宣 谢谢大家